别过去啊 这秋景我还没好好地欣赏呢 我要看看秋来草木消枢 天高水晴了 又来了 也不休假 像远足赏秋那整个就是一奢侈 赏秋干嘛非得远足啊 其实就在我们家门口 就有很多景色宜人的赏秋之地 而且还是免费观赏的 是吧 就是那个金景梧桐 秋叶黄 株莲不卷 夜来霜啊 好了唱歌得了 夜来霜 一年好景军须季 最是城隍局律师 在苏氏的名剧当中 城隍局律师指的就是现在 这个秋冬交替的好时节 那现在呢 也正好是举家出游的好时机 如果您细心发觉啊 其实不出沈阳 就有好多赏秋的好地方 就比如说 现在我所在的 位于昏河南岸的奥林匹克公园 现在这里啊 就刚好秋意正农 天空一壁如洗 树木层临尽染 现在像这样紧靠浑河 空气清新秋景宜人的带状公园 在咱沈阳还真是不少 无论您在这儿 亦或是吴里河公园 沈水湾公园 街路树林也都早已有了明显的秋意 就说咱们小时候 这地方都是沙坑 现在变这么好了 我觉得沈阳市变化太大了 就跟上外地旅游 没什么区别 这个是这个一落叶真挺好 风欢风叶真红 辽宁大学的银杏路啊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赏修地点 那这里呢 已经有了二十多年的历史 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啊都会吸引众多的游客慕名而来 那为了保护银杏业呢 学校还特意在路的两端设置了路障 那再过个十天左右啊 金黄色的银杏业就会铺满整条道路 那一条树那个树叶黄的就像金色天上都铺满了金子 地下叶子满了也估计也和金子一样 但我期待它铺满地的时候 我已经来过第三次了 下次等到满地的时候我还要来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 然后那个他们北洋的朋友说 这个季节辽大正好是这个银杏开的比较好 正好是过来看一看 那您今天看了之后感觉怎么样 不错 那个然后在这个都市 现在都市这个氛围里能有这么一块地方 也是非常不错的 挺那个秋天嘛 正好是比较赏心悦目的 许多摄影爱好者也纷至踏来 用镜头记录下黄叶飘舞的美丽瞬间 我拍了不少拍枫叶拍了 什么水了沙拉都拍 但是我感觉的影像处有一种特别的一种 秋天那种美特别享受 现在正值辽大首届银杏节 学校会以与古今银杏相关的诗词歌赋 历史典故为题材 开展文化环境养生拍摄技巧等讲座 这美景咱也看了 知识也学了 真可谓一举两得 我美了美了美了 我醉了醉了醉了 诗性大发之后又歌性大发了 这是喝多了吗 还醉了 我是为这美景陶醉 金灿灿黄澄澄 你说我以前就怎么没发现 沙阳的秋景这么美呢 那是因为没有用发现的眼光看呗 或者是看的不全 也是 以前我就知道辽大那银杏路啊 是一景 没想到奥体公园也是赏秋的好去处 而且不止这些 还有像沙阳药科大学 也有很多银杏 而且我还可以自豪的说 那里面的银杏都是我爸当年亲手种的 药科大学是我的母校啊 还有就是 沙阳师范大学 还有沙阳农业大学 也是不错的赏花赏月赏秋美的地方 这个秋夜落夜的美 咱们也不用多说